以下几种人,是你命中的吸血鬼,会拖累你的人生,人生在世,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,但又与这世间形形色色的人,产生了联系,你周围的人,在无形中,一定会对你产生影响,好的人,会给你带来积极的能量,坏的人,自然就给你带来了负面的能量,真正拖垮你的,是你身边这些吸血鬼,要远离,每天一点新思路,每天一点新感悟, 欢迎订阅珠子国学,见不得你好的朋友,孙斌和庞娟两个人原本是同窗好友,可惜庞娟贪图名利,学业没有完成,就去当官了,临走之前,庞娟对孙斌说,等到自己功成名就那一天,肯定会举荐他,庞娟的本领得到了卫会王的赏识,但是当他意识到孙斌的才华超出自己,等到他以后去了其他地方,一定会超越自己,于是他写信骗孙斌, 说已经向卫会王举荐他,希望他和自己一起共创大业,孙斌信以为真,没想到等待他的却是一声铭记的伤痛,庞娟不但砍掉了他的双脚,还在他的脸上刻上犯罪的字样,用来羞辱,鸣枪一动,案件难防,那些心生妒忌,从来见不得别人好的人,往往会以朋友的名义与你相处, 一旦看到你比自己过得好,或者取得更大成就,就会在背后想方设法去害你,对于这样的人,一定要果断远离,有是笑脸无是苦脸的变色龙,有一句老话,有是钟吴燕,无是夏迎春, 据说,战国时期的齐宣王有两位妻子,钟吴燕和夏迎春,钟吴燕丑了无比,但特别聪明,有着战略眼光和大局观,而夏迎春美丽无比,却只会防乐之势,平时没事,齐宣王就找到夏迎春各种寻欢作乐,而不理会钟吴燕,每当遇到了大事,才笑着脸找钟吴燕商量,完全把钟吴燕当成了工具人,这种人,就是典型的变色龙, 有是求你帮忙的时候,就对你笑嘻嘻的,日常无视的时候,就苦着脸对折你,或者直接无视你,像变色龙这样的人,究竟多不多呢,基本上数不胜数,人性,始终是趋利避害,唯利是图的,注定像变色龙这样的人只多不少,跟如此之人相处,无论你付出了多少,哪怕投入了全部的身家帮他,事后他都不会感激你,只会对你呼之急来,挥之急去,太过于狡猾的人, 电视剧《成欢记》中,卖成欢是一个非常善良,单纯且热爱生活的人,原本他的生活非常平静,直到空降了一个新的上司,上司人很狡猾,看到他的资源后,便给他涨了工资,且升职了,卖成欢诚恳恳努力,以心一意拥戴自己的上司, 他原本以为,只要自己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,配合自己的上司,一定会继续升职,可是,到最后他没有想到,和他一起合作做项目,最后他成了一个背锅的人,那一个,他名声坏了,男朋友也误会他了, 就连他对工作,生活也失去了信心,他感觉自己糟糕透了,生活也陷入了黑暗之中,内心狡猾的人,喜欢算计,凡事都注重自己的利益, 若是,与之合作,便会发现,有好处,他要和你分一分,没有好处,他就会把你当成棋子,或者落井下石,哈吉说,人与人之间,只有真诚相待,才是真正的朋友,谁要是算计朋友,等于自己欺骗自己,任何时候,真的不要和一个太精明,太狡猾的人合作,因为,一旦利益诱惑太大,你就会被他算计,满足你欲望的小人, 严世博为了让全乳修服从自己的安排,毫不犹豫地带走了翠亚楼里的东西,摆出了一只千金的架势,作为生意人,全乳修明白,只要遇到了大方的客人,就想办法留住他,然后就可以源源不断的获利了,为了获利,全乳修去严世翻家住了几天,虽然被忽来喝去,受了一些委屈,但是看在银子的份上,忍了又忍,人性的弱点里写道, 世界上唯一能影响他人的方法,就是谈论他所要的,而且还要告诉他,如何才能得到他所要的,你想要什么,别人就给你什么,这样的好事,一旦发生了,就应该冷静下来,想一想,太反常了,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得到利益,凭什么有人无缘无故给你利益呢?好事懒做的寄生虫,还有一种人,他们四肢健全,智力正常,却整天游手好闲,无所事事,他们不工作,不学习,整天赖在家里玩游戏,看电视,靠着家人的阶级过活, 这类人就像是家庭里的寄生虫,不仅不能给家庭带来任何贡献,反而会加重家庭的负担,对于这样的人,家人需要给予一定的引导和帮助,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, 如果他们能够迷途知返,重新做人,那当然是最好的结果,但如果他们执迷不误,继续沉沦,那么家庭也需要考虑及时止损,避免被他们拖垮,借钱不还的人,很多人将借钱不还当成小事,毕竟他们借出的金额不多,没有必要大费周章的要回,殊不知千里之低,毁于一学,任何的人品问题都暴露在小事之中,善良真挚的人不会随便借钱不还, 他们甚至不愿意用借钱这件事去麻烦别人,更不会用不还的行为来考验彼此的友情,他们宁肯委屈自己,也希望他人能够好过,这类人才值得深交,那些总是借钱不还的人,本质上是并不在乎对方的感受,同时底下很低,他们试图从他人身上占据便宜,过潇洒畅快的生活,可想而知,这类人以后也只会发展平平,你借出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, 你无底线的宽容,他们便将你紧紧缠绕,原本有明确拒绝就能解决的问题,后来不断发酵,就会变成人生的灾难,既然如此,又何必自找麻烦呢? 早点将其排除在世界之外,未来才会清静,翻就账的人,有句话说,一个一有情绪就翻就账的人,他的生活中是没有亮光的。 这样的人,心会被过去的羁绊填满,根本没有空隙去接纳生活的美好,过去的恩怨纠葛如脉盲,不动不动,翻就账的人,却总喜欢将其翻动,重新刺痛对方。 真正有智慧的人,往往懂得翻篇,不提及过往的矛盾,聚焦于解决当下的不和。 文场浪克里说,其实两个人在一起长久的绝窍,就是别翻就账。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难免会有摩擦,如果总是把愈合的伤口重新撕裂细数不适,就会使伤口再度感染复发,需要修复的窗口往往比第一次要大。 无论和谁相处,数十年的亲密爱人又或是相识多年的知心老友,关系越近,翻就账带来的伤害就越深,如果有人经常对你翻就账,陈年就是重提,请你一定要远离,毕竟无论大事小事,在他们永远过不去,制造是非的人,他们就像生活中的一颗定时炸弹,随时可能给你带来麻烦。 这种人通常有一张巧舌如黄的嘴,他们能够把黑的说成白的,白的说成黑的,他们会在你面前说别人的坏话,让你对别人产生不好的印象,然后又在别人面前说你的坏话,让别人对你产生误解,他们会故意制造一些谣言和不识信息,让大家互相猜疑和不信任,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破坏别人之间的关系,让大家都陷入混乱和矛盾之中。 和这样的人在一起,你的生活将永无宁日,你会不断的被卷入各种是非之中,提于应对各种人际关系问题,你的名声和信誉也可能会因为他们的挑拨而受到损害,所以,当你发现身边有这样喜欢挑拨离间,制造是非的人时,一定要毫不犹豫的远离他们,不要让他们的恶行影响到你的生活和人际关系。 把你当强使的人,生活中总有那么些人擅长挑拨离间,把别人当成枪来使,比如,你在单位里老老实实的上班,忽然有个好心同事神神秘秘的告诉你,你知道吗? 某某在背后告你状,跟领导那说你坏话呢?你这脾气一上来,立马想去找那人理论,可问题是,你有什么证据,你真敌,确定是谁在使坏吗? 还是说,这个告诉你消息的人,其实另有目的,别急着下结论,这里面的猫你可多了,有些人就是故意把你当枪使,让你们互相争斗。 自己在一旁看好戏,这些挑拨者最擅长伪装,表面上一副为你着想的样子,实际上心里盘算的都是自己的利益,他们把话说得四真四假,刺激你的神经,把你推到台前,让你冲锋陷阵,做是没主见的人,做是没主见的人, 常常会成为一种负能量源,他们不仅会降低周围人的生活质量,还会对周围人的心理状态产生负面影响,这类人往往缺乏独立思考和自主决策的能力,总是依赖他人,无法承担自己的责任,他们常常表现出一种消极的态度。 对于生活中的问题和困难,总是采取逃避或敷衍的态度,这不仅无法解决问题,还会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严重,这种消极的态度会传染给周围的人,让人们感到无助和沮丧。 此外,这类人往往缺乏诚信和责任感,他们常常会做出承诺,但最终却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,这不仅会让周围的人失去信任,还会让人们感到失望和愤怒。 他们的行为,不仅会影响到周围人的生活质量,还会对自己的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,爱说闲话的爱人,人为什么会说闲话? 为什么喜欢八卦?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心,每个人都想要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,所以在得不到的时候,就会说别人的闲话。 喜欢八卦的人,往往是因为他们渴望了解别人的生活,希望通过八卦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,他们可能觉得通过了解别人的故事,可以获得一种满足感,或者通过与他人讨论八卦,来建立自己在社交圈中的地位。 然而,说闲话和喜欢八卦并不是一种好的行为,它不仅会伤害到别人的感情,也会破坏人际关系的和谐。 如果你的爱人经常说别人闲话,会显示出缺乏对别人的尊重,导致和周围的人系关系变差,可能在外面不会有太好的名声,也会影响你们家,这还真不是一件好事。 喜欢攀比的同事,生活中的人何时已经让我们应接不暇,奈何工作中也从未平静,有些人喜欢捧高踩低,还有些人愿意与你攀比,你富了,他算言算语,你穷了,他恨不得踩你一脚, 无论是平常聚会还是工作间隙,对方都会将任何琐事拿出来比一比,非要争个高低,你一旦陷入进去,便乱入了无底线的浮躁中,总觉得自己不够好。 拥有的不够多,久而久之便会迷失自我,劝你及早远离这类人,职场中没有真正的朋友,大多数人都是隐形的敌人,有些人是在抢你的工具,有些人在瓦解你的心态,他们无一例外都会让往后余生饱受摧残,没必要在此消耗自己。 幸福是过出来的,不是比出来的,没有盲目的攀比,就没有受限的人生,愿你能够端正心态,真是当下,以后一路畅行,人与人之间存在太多不同,我们无法要求每一个人都完美无缺, 但是,选择与那些值得信任,志同道合的人建立深入联系,避免与消极性强的人过度纠缠,则可以让我们的生活质量变得更美好,获得更多积极的人生收获,希望我们都能顺利找到适合自己的高质量人际关系。